央视频的网友们大家好 欢迎回到总台2023 中秋晚会的探班现场 那么现在来到我们直播间的 会是哪位嘉宾呢 让我们有请孙楠老师 欢迎孙楠 大家好大家好 我是孙楠 中秋节快乐 哎呀我觉得今天您能来 我觉得特别开心 因为您的歌我好多 其实会唱 谢谢 但是因为您的歌太大气磅礴了 有点不敢张口 那既然来到我们直播间 要不然给我们央视频的网友 送播福利 我们轻唱几句可以吗 可以啊欢迎欢迎 不是您唱几句 不是你会唱吗 我会唱 但是要不然带着我也行 在就是原唱面前 还是有点胆怯了 没关系啊 想唱就唱啊 您先唱 我跟着您和声 你都会唱什么 整 那个是不是有点太高了 没有不算高 红旗飘飘 红旗飘飘 一起唱吧 五星红旗 五星红旗 你是我的骄傲 五星红旗 我为你自豪 你好 为你欢呼 我为你祝福 你的名字 比生命更重要 哇 我觉得我今天太幸运 我居然跟原唱 在现场唱歌了 特别感谢您啊 今天能带着我 那我知道去年的时候 您也是来到我们总台的秋晚 演唱的是生生不息 是的 现场也是非常的震撼 那今年的舞台会是什么样的 是满怀着思乡之情的一首歌曲 对 非常深情感动 对 作为秋晚的老朋友啊 您这次来有什么样的心情呢 因为是中秋晚会嘛 那么其实是为了 全天下的所有的 我们的华人组织的 并策划了一个非常非常精美的演出 所以每次来都特别特别的 觉得很荣幸 对 因为不单我的在 远在这个大连的父母可以看到 那么我还有在海外的朋友也能看到 所以每次来其实都很开心 觉得一定要好好表演 因为有好多的朋友们 都期待我们的这个中秋晚会 对 因为在海外的时候 很多朋友可能真的是平时啊 见不到 但是在这一天 在中秋这一天 然后团圆之意的这一天 可以看到你在上面表演 也是特别有意义的 没错 那这一次来到宜宾 之前有没有来过 尤其是在长江边唱歌 有没有不同的感受呢 宜宾我有来过 因为演出嘛 我们经常来 对 那么在长江边演出 也不是第一次 但是这次因为 是比较特别嘛 中秋晚会还是比较特别 在这样一个风景秀丽 完了之后又自然的 一个月圆之夜演唱 那种感觉是非同凡响 对 那一会儿是不是才去录 现在还没有录制吧 马上就要上 马上就要上台了 我今天其实在这个园区里面 溜达了一会儿 哇那现场真的是感觉很棒 尤其前面孙岳老师 他们好像已经在唱了 我们在这现场也能感受到 现场的那种氛围 我特别期待一会儿 您可以在现场唱的时候 我在这边静静的听 好 效果非常的好 欢迎你可以到前面去看 然后我知道就是中秋啊 其实像你应该很忙 对不对 有没有时间会在家里面 和家人一起围坐在一起 真真正正的过一个团圆的中秋节 其实有的时候 十有八九不在家 对 因为越到节日 越是我们工作多的时候 对 但是如果在家的话 一定陪着家里人 一块赏月 完了之后呢 一起吃个月饼 对 那么可以带着 小朋友们 拜一拜月 对 让他们感受一下 这个月亮的皎洁 跟温润 美丽 对 那还记得 上一次全家一起团圆过中秋 是什么时候吗 想不起来了 看来 太久了 偶尔也会 也会在一起 偶尔也会 那您从小到大 就是 我知道您是东北人 对吧 有没有 我是大连人 大连人 有没有说 大连独特的过中秋的一种方式 让您印象特别深的 吃月饼算独特吗 有点独特 就是也是吃月饼赏月 对对对 因为中秋嘛 是个团圆的 对 所以都是我们 共同的一种习惯 是不是 也是中国人 特有的一种方式 那今天 在现场也很难得 来到我们央视频的直播间 在最后 跟我们的网友们 送上一波祝福 好不好 在这里呢 祝大家 欢欢喜喜 我们开开心心 健健康康 一切顺遂 真的是非常 平时 而且非常实在的一句祝福 谢谢 那我们也期待您的表演和演出 谢谢您 谢谢 谢谢 再见 来央视频直播间 看秋晚台节目后 稍后精彩继续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